請收看尾心世界 尾心論壇 在花三年 三三天 天吻勇心 日再見 我書籍班我就教我二十班的學生 我們有個學生 他就去外國 他參加一個社團 其中一個老闆就是被魚刺卡到 所有的老闆都跟他講 吞香蕉啦 吞本丸啦 吞饅頭啦 吞到他肚子脹的鼓鼓的 還是痛 他就跟他講 我告訴你喔 我給你做個法好不好 我跟我這個學院講 你不能講做法的喔 我們不是江湖四世耶 什麼做法 修法 我們的法是用修的耶 不是用做的耶 修法 他的老闆不相信耶 他跟他講說 不然你自己做 你問好啊 他就教我 教那個左手拖著 杯子放著 右手蓋著 我跟他說 誰不要黏五分鐘喔 時間開始算 他就一次電 牽隊離境 順勤勤勤勤 五分鐘一到 喝下去 馬上退掉耶 那個老闆就丟起來 馬上去罵那些 跟他吞本丸那些 你害死我 人家這個 楊小姐跟我講 馬上就好 你們叫我吞香蕉 又叫我吞本丸 弄得我痛苦半死耶 你看 我們的法是真的耶 我們維新聖教的法就是立竿見影 真的有效 這一次去內蒙古 沒有辦法每天吃羊肉 吃到我第三天晚上半夜坐起來 坐起來 坐在床上 因為吃太多羊肉沒有辦法 肚子不舒服 我正好都沒有帶胃藥 也沒有帶滾永丸 都沒有帶 我就馬上想到舒服教的法 一杯水拿來 蓋著 練王殘老祖 那麼王殘老祖 我把它練七分鐘 喝下去 開始在那邊等 十分鐘馬上到 感覺就一直舒服下去 我躺著睡到天亮 好不好 好 我們的話就是這麼舒服 沒有地方找 我們的話 剛才講那個 那麼王殘老祖 我告訴我的學生 每天都要做 有病治病 五病強身 你可以做給大家全家喝 每天都要做 蓋著 練那麼王殘老祖 加在你家的開水裡面 大家喝嘛 帶來平安 這麼簡單的法 為什麼不做 跟你講說要幾萬塊你就要做了啦 這個不用錢了 我看都沒有什麼用 是不是 老祖的法是非常的珍貴 我們一直要感恩老祖 感恩師父 我們受到他的恩責太大了 今天你有用到師父的每一個法 你都一直要感恩 為什麼一直告訴我們要知恩感恩報恩啊 因為我們得到太多老祖的法 我們都生活在老祖的妙法裡面 你都用到老祖的法 你都不知道感恩 你都不知道知恩耶 這樣我們活在世上有什麼值得 所以我們要法師 財師 要無畏師 來做做義工 認真誦經 師父要扶持什麼 我們盡量來做 感恩啦 感恩 這樣子我們就會有成就 大家就會有平安 祝福各位 今天我們就到這裡 阿彌陀佛 主持人 師父 各位法師 各位講師 各位賢士同修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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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所要講解的這個題目呢 是維新世界之五觀 國際觀 資訊紅樺 我們這個世界上變化真的是非常快速 尤其在二十世紀呢 我們這個電視呢 我們電視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發明之一 那電視網路資訊呢 在全世界 是每個國家不可或缺的工具 因此呢 人們可使用電視作為傳播媒體 進行資訊交流的只要傳播管道 紅樺節目呢 也透過了網路去傳播 這全靠資訊蓬勃發展所賜 資訊紅樺運用在網路或電視有很大的作用 它是科具社會的新媒體原生 也是一種新型的信息傳播模式 它具有互動性 各化性 社群化的共存 集資性與全球性相結合 它身具的生活性 時代性 社會性 利他性 普及性的現代洪華 也是我們師父忽然禪師 實踐人間成為佛世界重要的一環 國際關資訊紅樺這一環很重要 以前跟現在的比較 紅樺 時代不同 以前的紅樺工具呢 可能是用步行或是馬車 那現在的紅樺工具特別多 比較快速的 我們有汽車 火車 飛機 能夠幫我們載運到任何一個國家去紅樺 就像師父 時長到過地去紅樺 這也是一個國際關的紅樺方式 那紅樺區以前的紅樺區大部分局限在一個鄉鎮 或是本國的地區 那現在這個紅樺的快速傳播到全世界 而且非常的迅速 可能你今天看到師父在這邊 那明天他可能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去紅樺 那以前紅樺的祭祀呢 就像我們以前古代所記錄下來的這些書簡 都是用竹檢 那現在快速演變到書本或是電子書 這些都非常的快速 那以前紅樺的這些速度呢 非常緩慢 現在非常的迅速 那以前接法的人數 可能局限在一個區域不多 那現在資訊發達 所以現在的接法人員非常的迅速 就像我們來接受師父的熏陶 我們現在非常的有福氣 如果以前這種方式的紅樺 可能我們要走非常久的時間 可能走一個禮拜 那接這個法之後又回去 又一個禮拜 所以科技的發達 局限在以前的時代 現在呢 我們真的是很有福氣 那我們維新中 紅樺的單位非常多 我們有維新 禪西山視覺影像館 維新聖教功德基金會 益晶大學 還有益晶大學 風水學院 鬼谷子學士研究會 藍天文化院 世界和平促進會 中華民主聯合記者總會 藝藥吃飯社 台商服務聯社 兒童學藝經推廣中心 維新電視台 維新中文化傳播公司 維新中範別學院 維新世界合唱團 這些都是我們維新聖教 維新中 運用在紅樺上面的每一個環節都非常重要 以我們維新聖教功德基金會 會晤重點 我們就是 複持維新法門的電視紅法 師傅 混淵禪師在台灣電視公司 《易經風水面面觀》 總共播出了有4424集 台式蘇惠台我家的風水也播出了1548集 而且我們印證了 陽宅風水學講座廣節善緣 印證書籍有 上了百萬冊以上 我們也出版了《風水大師》 贈送會員 在2008年12月改為網路電子書 這也是一個 資訊發展的一個時代 我們維新聖教功德基金會 也在愛心團 陽宅勘察的服務上 做了很大的服務 我們也培養《易經風水學》 逢法立生的師資人員 那尤其我們鬼谷子學士研究會 它是我們中法民國活法的學術團體 是我們鬼谷先師大慈悲的視線 是養權細材的根據地 也是我們師父本人禪師法寶的視線 它也是輔國良相的化身 是世界和平的燈塔 是無上崇高之天人智慧寶庫 也是人類心靈之衣龜 是中國人的智慧大熔爐 是世界經濟的明燈 是匯聚了智者奉獻三頁的聖地 是廣義的人間慈善機構 是集天人法界自保的儀式間 是一間風水學的發祥地 是包裸萬象的人間寶庫 我們藍天文化院所作的一些任務 是廣節在宜玄善緣 廣納專業智慧 將其著作帶為保存 推廣以弘揚中法文化道童 法寶一經風水學 並落實於新生代 將中法文化道童法寶行銷 全人類全世界 以世界各國的學術界 進行文化交流 協助並募集社會有緣大眾 共轉法輪 舉辦學術論壇 提升本中文全市同修 學術內涵及觀摩機會 學術內涵及觀摩機會 藍天文化院也出版了非常多的書籍 有《鬼谷子心法在台灣導論》 《鬼谷子思想學說與原諒文化》 《二十一世紀中法文化大榮爐》 《維新中中法文化道童》 《一知行者》《維新中世界和平》 《山主文化在台灣的弘揚》 《中法文化》《中法山主文化對世界和平的貢獻》 還有《心靈法語》 《禪新法語》 大家來學《藝經》 這些都實現我們對 弘揚我們的《藝經文化》 有非常大的貢獻 《施物粉連禪師》 《施承鬼谷子心法》 《以教育培養人才》 《以文化弘揚藝經》 《以慈善福利社會》 《以共修淨化人心》 《以天下太平為己任》 《以藝經為本源》 《以藝傳遺》 《以藝會友》 《以藝會心》 《共創世界真和平》 《以藝經文化》 《以藝經文化》 《是維新中弘法》的中心 也是教育的根苗 為社會教育紮根 為集中正確一行法則 為追求人最根本的主流價值所在 也是可以共創世界和平 十五年禪師 在1992殘其燈元禪師 開始開設風水學講座 也就是第一届 1998年就开始海外洪华 由台湾走向全世界 把我们疫经新法弘扬到全世界 将中华文化疫经风水学 传播世界各国 包括美国 澳洲 纽西兰 东南亚 东北亚 与中国大陆 对中华文化的弘扬 对世界和平发展空间的拓展 影响极大 这是由远见的国际观执行洪华 2005年9月 第一期的世界华人疫经新法养贤班 在产生仙和市米特讲堂开课 来自世界各国的华人 秉持对中华文化道统疫经风水的爱好和期待 展开围起四个月的密集课程 世界华人养贤班的开设 是将维新中疫经新法伸向另外一个触角 希望在世界各国有华人的地方 就维新中的疫经风水学 尤其维新电视台 在2009年1月9号正式成立在台湾 维新电视节目的播放 透过网络的力量 可以传播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只要有网络的地方 就可以接收到维新电视的疫经风水妙法 电视传播的功能影响非常大 让大家了解住家风水的重要和改善的方法 因为收看师傅所播放的节目 而改善住家风水其实非常多 这也是将我们维新圣教 维新中疫经风水学 推向国际舞台 而受肯定的一个节目 维新电视台前天24小时播放 海内外都可以由电视或电脑网络来收看 尤其师傅开播了维新天下事 由师傅佛念禅师主讲 讲到我们的心 共同祈求世界和平 地球风调雨顺 国太平安五谷风登 64亿的世界人民没有饥饿 广传一经风水学到全世界 以赐尽世界和平 这也是师傅的心愿 我们世界华人养贤班 已经第七期节 养这些贤士同修 阴隐既既发心风华 到他们那一个国家 他们都体会到 十五分年禅师 愿意的坚定 所以我们在养贤班 很多的同修 纷纷到他们所居住的地方 开课 为亲朋好友解疑 我们现在有日本大阪道场 纽约教室 洛杉矶教室 澳洲教室 这些都是在红法立生 以全世界接轨 红法是传播好的种子妙法 而天下太平 是人类的共同希望 就像现在全球人类 政变里的宅恶和恐慌 能源的不足 石油的价格高涨 地球的软化 人心价值观的变化 旱灾 核灾 海啸 内战 战争 这些都是人类浩劫的一环 美国洛杉矶华美博物馆理事 陈明翠 他赞叹 维新中 中华文化道统 一经风水学 是二世纪 二十一世纪 人类最有大的贡献者 正与本中文法宝 真理完全一统 所以本中 一经风水学 是未来人类生活 最密切的伙伴 也是人类和平相处的 法宝一规 我们维新中 是中华文化道统 一经风水 建筑百家思想的正道法门 一经是万经之首 天地万法之母 万生万物生命之一规 天地万物万法皆调和相生 未有独立生存于天地间 这是事实也是真理 古来千万年至今 甚至于未来 亦复日式 即是真理 一经是和平 世界和平的关系 非常密切 维新中 似乎 七十二年 原来开始 以天地立宗之法则 以一经风水 为人民解忧慈恶 尤其住家风水的吉凶 对家中小孩 或大人之健康 四位成败 都有相当可靠的正道 尤其经过与风水 改变之后的住家或工厂 一定会得到很好的表现 因为一经是天地人三才的圆满法 一经风水是尊天的大条法则 也是天人合一的法则 人不可以逆天 逆天必亡 人的智慧有限 而一经即是可以满怨 但人往往不信真理 而自傲于我职 结果造成了世界非常多的问题出现 维新剩下维新中 自立宗以来 我们的服务成果 由苦得乐 由悲得喜 由失败得到成功 这是似乎红法以来 一个非常好的正道 世界人类和平的导师 明灯天神 我们的维新剩下 也是运用资讯红法 传播世界和平的爱心理念和种子 我们运用世界永久和平的方式 也是未来有机会 让世界经济共同迈向 公平正义的均入发展之道 维新圣教发扬鬼谷子 残名天地人法则 以天地人三才一贯 天人合一的理念 失误分练禅师 以宗教家的大悲愿力 以疫经为基础 尊重人性 残养天道 为果修道 为全人类祈福 将天下太平的思想 实践于世界永和平的理念中 师父发愿拯救人心 并祈求家家平安 社会安详 国家安定 世界上没有战争 没有灾难 人人安居乐 天下太平 这是人类共同的希望 也是宗教家努力的目标 我们以养权蓄财 正德一名高尚旗志 天下太平为国修道 为人类祈福为宗旨 利用疫经风水学 了解大自然变化之道 既有融入大自然 安定人心 使人人了解 命由我做 福自我求 求人不只求己 求己不只求真己 和修心修口养真灵 知人生基本认知 以中华文化天人合一 作为修行的总目标 天人合一乃 天道运行 人道应知 天道迷藏 人道亦都变化 天人相应相合 循庆渐进 以达人人安危 天下太平之终极目标 大家学一经 这人此事可安心 大家学一经 修行道上可见性 大家学一经 国家社会见太平 十五分点禅师尽管在 弘法的过程中 遭遇到非常多的困难 委屈 诽谤 重伤 打压 等伤害 但是十五无怨无悔 没有退道之心 反而越挫越勇 十五也开示 苦愿以一经真理 打开人类不安的心 渐渐向着平安 幸福光明的人生 择天下太平之本愿 天灾勇席的祈愿 维新圣教之法门 亦可尽一点天子 共求 共其世界永和平 我也很感恩师父的鼓励 师父开示 我们要弘法 第一个必须要有知识 要有知识 必须到学校去求知 所以我感恩师父 让我有这个机会 再继续上大学 上研究所 也上了师父的博士班 所以我鼓励同修 每个人 你有机会 一定要上我们 异经风水学的 硕士学院班 有机缘 再上师父的博士班 这样充实我们自己 我们感恩师父 阿弥陀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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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